错过了应该充电的服务区 没办法只能在就近的出口下高速 很多网友没有见过蔚来是怎么换电的 你一辆新车去换电不就成了一块旧电池 蔚来电车自驾由新疆第22天 昨天晚上我们是在永昌服务区过的夜 早晨又经过了五威 简单充了点电 现在我们来到了宁夏的中卫了 宗卫这里也有充电桩 我们也赶快充个电继续向前走 现在已经充了78块钱的电了 还在充电中 昨天一路狂奔跑了十几个小时 终于走出了新疆 原以为进入了甘索会好一点 没想到这边很多城市分闭 已经无法进入了 这里是马儿庄服务区 我们在这里再充一会儿电 向榆林方向出发 最近老妈负责充电 已经操作得越来越溜了 这个不广伐 就得老妈这声量弄 我根本拉不动 好那边已经启动了 好了去扫码去 未来导航提醒我们在榆林有换电站 那必须得去啊 从马儿庄服务区到榆林换电站是320公里 电池还有不少电呢 我经过仔细的核算后 就充了30度电 因为这样的话 到了换电的时候 就不会白白浪费好多电了 自从开上电车就学会了精打心酸 有时为了几毛钱的电费 要核算半天 所以会被很多人嘲笑 你们花几十万买电车 还在乎这几毛钱的电费啊 其实也不是在乎这点电费钱 就是觉得是个乐趣 有没有同款的电车车主啊 每月四次免费换电 到了大西北就没有享受过 估计明年未来的换电站 会在大西北大量投入 到时候再来这边就不愁用电了 未来免费换电有四次和六次的选择 选择四次的就赠送一套家用的充电桩 很多车友私信告诉我 选择六次是最划算的 一般情况下 每个月六次换电就足够了 根本不用花钱再去充电了 现在才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借这个机会告诉想要入手未来的车友吧 进入审栖后就明显感觉到了轻松 这边没有口罩 注入呢也比较简单 绿码有效核酸就直接过关了 换电站马上就到了 系统会在接近换电站时自动下单 还是非常智能的 很多网友没有见过未来是怎么换电的 今天遇到换电了我就再拍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车子停在指定的区域后就不用管了 造车入库啊换电这些都是全部自动化的 换电只需要几分钟 真的比加油还要快 我觉得以后各个车企可能都会考虑换电这种模式 这样就免去了车主对电池的后顾之忧 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啊 在纠结换的那块电池 老实说你一辆新车去换电 不就成了一块旧电池了吗 这个问题啊 有个车友的回答特别的形象 用那个换煤气罐来打这个比喻 你用的是罐里的气 至于这个罐嘛 那自然会由厂家来去检修呀 维护呀 到你守的是能用的就行了 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就理解了呢 如果将来换电站比较普遍的话 那你觉得是电车好还是油车好呢 再做一个字解决 请注意过收费账后 靠左沿当前道路行驶 往神木加线方向 现在是晚上七点整 离目的地还有六小时十二分 连续跑了三天 真的很累很累了 原打算在榆林休息一个晚上 看看里程就剩下500公里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放好电池在榆林的老四号饭店 美美的吃了一顿 经济池也恢复了 特殊时期还是尽量早点结束行程吧 这次新疆自驾游不太圆满 赶上了口罩 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只去了新疆的几座城市 游玩了几个景点 而且还搞得身心疲惫 紧张兮兮的 不过呢 这些都是以后美好的回忆了 大美新疆明年还会再去的 有了这次的经验 明年会玩得更畅快 更愉快 中途有点密乎 错过了应该充电的服务区 没办法 只能在就近的出口下高速 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 在乡间小道上颠簸了十几公里 又上了另一条高速 来到了一个全部都是大货车的服务区 差点没挤进来 看导航这个地方叫奇村服务区 充电的时候彻底的睡死过去了 这才知道平常失眠那都是不累 毕竟心里有事 他也睡不踏实 清醒后 接着跑 又是一个半夜三点 我们终于赶到了中国大同 这大同就是牛 人家都不叫山西大同 直接就叫中国大同 到达中国大同数费站 通过了检查后 进入了大同市区 故乡的月亮 就是亮啊 护送着我们回到了家 特殊时期能平安顺利地赶回来 这比啥都强啊 希望明年 这口罩呀 彻底地离开我们 咱们的生活工作 学习呀 就能恢复正常了 接下来 我们就在家里头 整整昏睡了好几天 这一路的奔波 体力精力严重的顺毫 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 接下来我们是在大同等待呀 还是马上返回杭州呢 我看还是先给我们的铁袋 换个电池 我们出发的时候 在杭州呢 是升级了一个100度的大电池 我们这个车原配的是70度的一个电池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把电池归还给这个未来 换回我们的小电池 比之前的大电池要掉了200公里的续航 接下来呢 我们去的都是一些比较城市化的城市呀 所以就不必为这个续航继续发愁了 铁袋同志刚到我们家 就跟着吃了不少的苦 大家记得这一路铁袋都受到了哪些意味伤害呢 评论区里帮铁袋做个总结吧 感谢你的文博支持 感谢你的一键三连 关注评论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感谢你的一键三连